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他们的情况 特别是清建起义后 连长雷进才准备盼头 阎红彦把这个情况报告谢子诚 处决了雷进才 此事影响很大 如果叛徒一来 阎红彦等人真实身份肯定暴露 因此 在路上 阎红彦几次准备利用地形 干掉敌兵 但都没有机会 展开全文 他们被押进延安 就被送到了敌司令部 敌师参谋长张彩兴亲自出马 要阎红彦等人老实交代 又审问他们 护照是哪里发的 阎红彦等人回答 是注定编的九旅发的 旅长叫什么名字 叫古连芳 他派我们到后九天收边羊耕舞的部队 都答对了 但 是张彩青还是喊道 拿绳子和刑具来 威吓他们 接着 又对他们单独审讯 企图分化瓦解 但还是没有得逞 一天 敌司令部一个叫王百谋的人 来监狱要看阎红彦 这个人 阎红彦不但认识他 过去还骂过他 他一来 阎红彦吃了一大惊 但表面上还是很镇静 王百谋把他叫出去后 乘机套问阎红彦的实情 阎红彦将身上带着的一只金戒指 悄悄地塞给他 并暗示他留条后路 这果然堵住了这个知情敌人的口 为了尽快出狱 阎红彦等人拟了几封紧记电报 向榆林中学校长和定编的敌酒旅旅长古连方 报告被押情况 张彩青见识不妙 又拿不出什么罪证 于是 把阎红彦几人押到司令部 亲自为他们结绑 说 你们青年人闹事我不赞成 但不要忘记我是你们的上级 你们和我们共同去收边羊耕舞吧 阎红彦拒绝了 为什么? 他认为不能去帮助敌人 但是 令 外两人都答应 可以去 结果 张彩青竟然放了他们 要他们当晚离开延安城 为了安全行走 阎红彦向敌司令部要了路条 四人就这样脱了血 立即去了瓦瑶岛 这是阎红彦少将早年从事兵运工作中 一次极其危险的一次 有趣的是 他靠着一只戒指堵住知情人的口 随后便脱了血 可谓是性之用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